即将迎来国庆日 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嘉义县举行 为了在当天能有完美呈现 20号晚上7点半 在故宫南院外进行了国庆焰火释放 也吸引了上千位民众先赌为快 释放也搭配了无人机的表演 希望能在国庆当天点亮嘉义夜空 五颜六色烟火绽放夜空 搭配焦响乐节奏 焰火在天空中高高低低绽放开来 五彩缤纷的造型点亮故宫南院夜空 现场还有绝美绚丽的水舞光雕 搭配节奏在空中不停变换造型 20号晚间嘉义县在故宫南院外 举办国庆焰火释放 心意不少民众先赌为快 不少摄影者远道而来 提前卡位抢拍最好视角 感觉很开心啊 对啊 因为没有想到还有无人机 其中今年还搭配无人机展演 让围观民众直呼好新鲜 焰火的释放配合无人机 还有水舞感觉很新鲜 正式放焰火的当天啊 我们会看到50个人以上的交响乐团 会看到故宫南院的美景 会看到无人机 也会看到我们庆酬会所准备 非常精彩的焰火的一个表演 嘉义县长表示 国庆当天焰火会表演45分钟 其中焰火释放长达30分钟 也特别加入无人机展演 当天绝对不需此行 邀请所有人一同享受视觉与听觉上的饗宴 记者蔡崇武嘉义报道